前子你怎麽樣形容我現在當這個立法院 我覺得院長你現在簡直是 脫胎婚 對 競速投辦官 武藝十八本 非是誇大靠 在用兩上傳 民進黨會說 欸 你們就是家族政治啊 就貼了一個標籤 那恐怕你要用更多的努力 去把這個標籤給撕掉 像你面對這樣子的攻擊的時候 你都會怎麽樣回應 我想我比較欣慰的就是 雲林人他是有感情的 他也會看 到底誰跟我們的互動 還有任何事情的時候 誰做我們的依靠 我不是韓子金湯匙出身的 六歲的時候 我爸爸就已經不良於醒了 我沒有一個晚上是安穩的睡覺 不能一直說你正的批評 批評我哥哥 批評我們家族 是用什麽樣的理由 只是因為你要取得政權 你就汙蔑別人 就抹殺別人一生的努力嗎 大家好 歡迎收看鄉民大學問 我是誰 我就是新任的立法院長 韓國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麼 謝謝 我這個在立法院的時候 掌聲還沒那麼多 因為要主持議事 要公平 但是來到鄉民大學 我會感受到大家對我的愛 那麼今天我們來的這位特別嘉賓 跟我有一點關係 因為我太太李嘉芬 是雲林的西樓人 我是雲林的女婿 那麼在雲林也開了一間 雙語的學校 叫維多利亞 我也不 這個也直接公佈給大家 那麼今天邀請的不是別人 就是我們雲林縣長張立善縣長 歡迎 各位好 院長好 院長好 院長 哇 院長今天非常難得 能夠看到我們自己的鄉親 這個不敢當 這個其實縣長對我很照顧 知道我每天要提神 我現在不喝酒 我都喝咖啡 對 咖啡我也不喝其他品牌 我就喝雲林骨坑咖啡 是不是 對 不過縣長 縣長你今天帶這麼多農產品的話 好 這些都是雲林的農產品 對 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還要特別跟您介紹 我們雲林縣 是個農業大縣 那我們推出雲林良品這個品牌 雲林良品 對 這個品牌我們經過評審以後 當然我們現在有304家的廠商 都得到我們的認證 有700多種產品 現在在這裡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只有少部分提供 所以今天我特別帶來的 包括我們是一個蓄產大縣 養豬大縣 所以神級乳肉飯 第二屆的這個冠軍 就在我們倫貝鄉 倫貝 倫貝 還有一個 我叫你的朋友住園長 我們第一屆的神級乳肉飯 就是園長人 園長 對 還有我們這個乾麥麵 這也是我們的 這個第一名的 還有我們這個蜂蜜 蜂蜜也是非常棒的 應該是甜甜蜜蜜 就要吃這個蜂蜜 太好了 還有你知道我們是蒜頭的故鄉 是 所以勝算在握 看很棒 還有你知道我們也是醬油的故鄉 我們天然資源很豐富 而且日照時間很長 所以我們釀出來的醬油 特別香又濃又醇 這一組的醬油就是我們金馬六食 貴賓的伴手禮 所以我們依照西羅農工還有明道中學 產官學員的創作 都是年輕人的思維 所以加入不同的這些材料以後 變成有故事可以說的 這樣的金馬六食的伴手禮 太好了 你看看 我身為雲林的女婿 我非常的光榮 因為我們縣長把雲林介紹的太詳細了 只可惜我當年選總統的時候 沒有拿他那個勝算在握 難怪我現在變立法院長 你吃的太少了 我吃太少了 我要吃多一點 對不對 那麼介紹完這個縣長這個禮物 不是 縣長這位人士 還有禮物之後呢 我們還有一位我們媒體的好朋友 歡迎錢子 哈囉 大家好 院長好 我還以為你忘了我 你的眼睛都只有看到禮物 不是 謝謝院長 無功不收入 謝謝錢子這個跨刀 可以說錢子是在友台 我們是網路電視 開玩笑 他們是每天都在播 T台對不對 然後S結尾 TBBS對不對 雖然我們不打友台廣告 但是他能夠來 我們這深感榮幸 是不是 好 那今天錢子在這個現場 我們張縣長也在現場 所以說我們今天大學生有很多問題 可能要問問我們的縣長 縣長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對答如流好不好 口才比我還好的 沒問題就是有問題 是 那我們現場有幾位大學生 我們來介紹一下 第一位是台大政治的白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白白 第二位是福大德文的小農 大家好 我是小農 縣長以為你是在種菜的小農 他不是 小農 小農 好 第三位是政大政治的佛羅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福羅 第四位是政大傳播所的小魚 大家好 我是小魚 好 這個 他們待會兒有很多的這個問題 要來問一下縣長 還有身邊我的小助理韓小編 是 大家好 我叫郭德軍好不好 今天去小編搞不好也有問題 要問縣長好不好 我們今天節目完全開放 好 那我就先開問了 縣長 這個我現在是立法院長 不常回雲林 還請你多多見諒 但是你一路以來看我從立委到院長 那你覺得我現在的表現如何 給我打幾分 我現在應該給你打98分 這太高分了 夠高了吧 你的意思是說我以前只有60分 我以前跟現在跟以前有沒有不一樣 當然我們年齡有些差距 我來不及參與你當時當立委的時候 那我從媒體裡面看到 當時當立委真的是 哇 很有憧憬 還可以很意氣風發 而且還創下打總統的紀錄 沒有 今天開陳水扁總統 這個錢子還補一槍 大家想看那段影片自己去Google好不好 這個不干我的事 我已經那時候謝任立委 我也跟他說道歉 但是我覺得現在判若兩人 判若兩人 對 因為你現在是佛心來者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你在主持整個的議會 整個議事為了要表達中立 而且要讓執政者跟我們所有立委 都能夠彼此都能夠達到自己 我想要問的 你想要答的 都有一個平衡點 所以我們看到你在主持議事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時候真是有院長的風範 那這個縣長是站在不算局外 算是這個縣市首長看立法院的這個生態 那錢子 你覺得我呢 我怎麼樣形容我現在當這個立法院 我覺得院長你現在簡直是脫胎換戶 脫胎換戶 對 因為之前您在選高雄市市長的時候 我有跟著你貼身採訪 你記得嗎 有有有 那個時候還摸了你的頭 摸我的頭很多 OK 然後你那個時候可以嬉笑怒罵 然後這個出口成金 就金句連發 可是我現在發現你在立法院真的 你非常的節制 因為我知道你接到很多的簡訊 很多的電話 很多人告訴你說 每一雙眼睛都在盯著你 所以我認為你現在表現的真的是恰如其分 尤其你看你在立法院主持議會的時候 議事的時候 綠的在那邊吵吵吵 藍的也在那邊吵吵吵 都會講說 欸院長幫我們主持公道 可是你一出手 我覺得很中間喔 沒有偏藍的喔 也沒有說 因為有人會期待你偏藍的嘛 所以我認為你真的是已經恰如其分 已經到了一個神的一個階段了 太好了 太好 謝謝前子 這個 但是我今天來就不主持議事 我今天來搞笑了 那這個我直接問縣長 縣長 那你來這個節目 我們通常都會出這個考題來考縣長 對 那你能幫我們說出雲林縣的20個鄉鎮市嗎 那當然可以啊 我們西聽尊辯 好 我想第一個我們講一講 我們20個鄉鎮市 當然我們有6個分局區 那我們斗六有 這個分局區 斗六林內次童 那我們斗南分局區 有斗南大培還有谷坑 那西羅分局區有西羅二輪倫背 那再來我們虎尾分局區 就有4個鄉鎮 我們就虎尾土庫寶中 還有我們的園長 那再來就是我們台西分局區 有台西東勢四湖 還有我們的這個 東勢嘛 東勢台西四湖 還有這個 對嘛 還有我們的這個 北港分局區 我剛才有講一個四湖 有講到四湖 五湖四海 都是街兄弟 還有麥寮 台西分局區還有麥寮 那我們的北港分局 北港還有水林還有口湖 我剛有點緊張 我一直把整個沿海 這個台灣海峽的麥台四口 那其實麥寮是 規劃在我們台西分局區的 太好了 這個是誰講得出來 對不對 我以前 這個當兵的朋友 有住在園長 園長在講話 這樣打 這樣 聽不太懂他在講什麼 但是這個雲林的鄉親 都是非常有人情味 所以說剛剛縣長 把這個20個鄉鎮室 你看看幾個 幾個轄區管轄的 全部講出來 對不對 太厲害了 這個一縣之長 就是這個 白禮猴 就是要這樣照顧 我們所有的鄉民 好 那麼韓小編 你這個 聽說你背台灣的鐵路火車站 也是很有一套 那你能跟我們說一下 雲林縣的火車站有哪些嗎 雲林的火車站 跟其他縣市的比較不一樣 其他縣市的比較多 車站也比較多 但是雲林簡潔有力 總共就5個站 5個站而已 沒錯 從我們的林內 石榴 斗六 斗南 以及我們的石櫃 5個站 所以在坐火車的各位 如果到雲林的話 千萬不要坐過線 因為5站就會直接過了 其實這個雲林是地靈人節 而且地理環境非常好 我們說實在 你從斗六要上溪頭 比較方便 你不要從台中去 是不是 縣長 我說得怎麼樣 從斗六直接到竹山 就殺去溪頭 山林溪去玩 所以說斗六這個是好地方 而且是雲林的審會 這個非常好 好 那我問一下縣長 你介紹一下這個雲林 有沒有什麼值得我們逛的地方 現在我們擁有全台灣最大的竹林 竹林啊 對 516公頃的孟宗竹 那我們最近在4月23號 我們即將贏得大概有外國人 有70幾位要來我們世界竹博覽會 來看看我們的竹的裝置藝術 竹的創作 所以我也歡迎大家來 店長我想要請教一下 這個所謂的這個世界竹 到底是全世界的這個竹的 竹子的這個種類都會在 還是說有沒有更進一步的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 這再講下去竹聯的都會來 竹聯的 世界竹博覽會剛開始的時候 只有在新竹辦論壇 因為他們看到竹以為新竹就有很多竹 我說沒有真正的竹就在雲林縣 我們竹林很大 那你除了論壇之外 要有實體的這個深入其境的體驗 這才能夠感受到竹子 它在生長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一個遠遠不絕 而且現在永續環境當中 其實竹林四年大概就可以採收了 那竹的這個可以說它有很多很多的產業 那竹的產業我們是值得發揮的 不過我們講到竹子 單單那個竹筒飯就有了 對不對 就是一個很有特色的飯 不過縣長 像這個雲林高鐵站修好後 對雲林的觀光人數提升 有沒有幫助 那雲林的人情味到底是什麼樣的味道 我們雲林縣最美麗的風景是什麼 就是熱情 我們有很有人情味 尤其是我們這幾年來 農業大縣要轉換成觀光大縣 那我們一個數字真的是突破 因為我們也是一個宗教大縣 所以透過鄉客轉遊客 遊客變常客 所以去年度我們整個的觀光人士 高達到一千九百七十三萬八千人 最重要是什麼呢 我們的宗教 宗教文化 比如說朝天宮還有武德宮 那你知道拜媽祖求保佑 還有疫情期間要尋求保佑身心靈健康 那當時的經濟也很 產業發展有點受到困擾 所以拜武德宮的這個武財神 讓財源滾滾 那段時間暴增 人數暴增 所以我們現在過年期間的前十名 大概我們就佔了兩名 而且人數都相當 都超過六七百萬 這個真的是 我在住在雲林 我都在搞政治 我都沒有去過這些 什麼廟去參拜 改天 店長帶我去參拜 我可以從早拜到晚 從早拜到晚 三櫃九寇我都可以 對 那錢子 是 就你媒體這個專業的觀察 雲林縣的這個政治版圖的變化 有沒有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 雲林縣的政治版圖的變化 其實一直以來 如果以我們政治上的觀察來說 是比較偏藍的 像是這個我們縣長 其實在2018年那次的選舉 我不曉得縣長還記不記得 那時候我會去採訪你 對 那儘管是大家可能認為 這個選民的結構比較偏綠 可是因為縣長的執政的這個背景的關係 其實是因為偏藍的關係 某種程度你也可以看到 像我們的這個縣長的努力 去這個一步一腳印 你剛剛看到 他把所有的這個縣市版圖的地名 通通都倒背如流唸出來 還有包括你看到現場 現在是別的一朵太陽花 日桃花 李桃花 李桃花 這就是他的Logo 國語向日葵在義李桃花 是 是他的標誌 那他是用女性 像溫暖的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來爭取 或者是吸引選民的認同 因為你知道在 佐水西以南必須要這麼講 在我們台灣 都是綠的鐵票區 幾乎都是 所以要拿到政權 其實不是這麼這麼的簡單 那你可以看到 因為女性的縣市首長的特質 包括你看雲林 彰化 台中的盧市長 這一堆都是 這一區 幾乎都是女力 有沒有記得 中章頭全部都是 都是女性 南投許淑華 嘉義市的黃敏慧 嘉義市黃敏慧 這已經成縣了 對 我覺得特別是 因為我自己也是女性 我就觀察到 女性的政治人物在地方上的執政 真的比較細膩 你看像 這個在台中這幾個縣市的 這個女性的工作人員 女性的這些縣市首長 以媽媽 像這個盧市長是媽媽市長 那其實一樣啊 我們的這個張市長 張縣長也是媽媽市長 還有包括剛剛講到 南投啊 這一些 這個女性的市長 他們在施政的時候 會更細緻的去 貼近選民的需求 所以我覺得 女生真的是能撐起半邊天 不只是半邊天 你看我們現場的所有的 大學生也都是女性 都是女性 那政治版圖這裡呢 我覺得變化 應該是要看最近的一個 這個補選 胡偉政的補選 那我也知道 因為胡偉政的那位政長 已經選上立委了 所以就有個空缺 四月份要投票對不對 四月十三 那我們知道 本來民進黨是說 他們不推人 不推人 現在有推人 所以 我也想問一下縣長說 這一區是激烈的嗎 那當然現在 就是登記參選的有四位嘛 那國民黨 我們 國民黨的人選我們是報備 那民進黨有提出他們的人選 然後那其他大概用無黨籍的一個方式來參選 那麥寮也有因為這個鄉長本身的一個官司定驗 所以也在四月十三號要補選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有推出國民黨的人選 所以我想這次丁學忠可以說是左水溪以南 唯一一個區域立委 能夠當選 我想這個選民結構還是有在理性的判斷 到底誰有沒有做事 那但是如果以總統的選舉 這個比較屬於政黨的這樣的意向的選舉 當然我們還是長期以來還是綠大於藍 就投總統票的時候是綠票比較多 可是Local的好像都是藍票比較多 而且大家不要看一個政的 政長的選舉 可能有一些網友或是觀眾朋友會說 政長的選舉關我們什麼事 其實是有一個佈局2026這樣的意味 因為地方的選舉 譬如說 可能藍的拿下一個版圖 或是綠的拿下一個版圖 它會攸關2026的選舉的一個結構的變化 那這很簡單的嘛 小編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我們縣長要去輔選條阿咖 如果條阿咖能夠如願當選的話 我們在那個地方 我們以後2026縣長要連任的話 就萬無一失了 對 萬無一失 就是這麼簡單 對不起 我已經連任了 他是第二接 他已經連任了 他沒有什麼壓力了 他沒有壓力了 他直接要選總統了 恭喜 恭喜 太快了 但是我們今天這個大學生 也準備了很多的問題 要來問張縣長 那白白 你先來發問 好 我想問張縣長一個 就是一開始問一個比較輕鬆的問題 然後我自己個人也很好奇 剛剛我們的問題都不輕鬆嗎 我們都很輕鬆 就私底下想問嘛 想請問Lisa姐姐 就是因為雲林縣是一個很大的縣 然後您當上縣長之後 每天在跑行程 然後或是接觸很多選民 還有鄉鎮市民 想要請問您個人有沒有覺得 心中有些比較困擾 或者比較苦惱的地方 或是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保養方法 兩個小指標給我們 可能應該大家都知道 現在太陽光電 種最多的就是雲林縣 那為什麼會種那麼多呢 因為陽光很大 很熱 所以呢 我想這個日曬 會照我們的皮膚 是有很大的負擔 那你知道我們在沿海地區 風也很大 所以風吹日曬 其實皮膚很難保養 尤其是長期暴露在這樣的陽光之下 那真的是對我們的皮膚是一種摧殘 那另外呢 就是要 可能有一些行程要跑 那我大概都在車上吃便當 你也知道吃便當消化也不好 所以你看我從上任到現在已經 這個體重隨著年齡的增長 可是還是很瘦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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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蓋起來 那我想這個也是 也是應該是職業病 所以這是負擔 這是負擔 對 甜蜜的負擔 對 這個以後就不要在車上吃便當 就在下車吃便當 邊走邊吃 是吧 邊走邊吃 可能也可以這個 這個瘦身一下 不過縣長 你跑行程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意外的發生 聽說你是護理人員 你有一次遇到一個意外 有人突然昏倒了 還被媒體拍下 你跪地幫忙做CPR 然後救了民眾移民 這怎麼回事 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我第一次就是大甲媽祖繞境的時候 我去台中去參加一個活動 那剛然看到大甲媽祖過境的時候 那剛好也遇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緊急狀況 我也協助做CPR 到救護車來的時候 把它互送到救護車上 交給我們的這個警銷人員 那還有一次就是 我在跑行程的時候 我們在一個農會的一個活動當中 那我在講話的時候 我就看到奇怪 怎麼有人突然趴下去 突然趴下去以後 我就趕快停止我的發言 我就趕快過去看 那但是它是長得太高大了 那大家也不曉得 它是怎麼樣趴下去 原來它是有異物 異物塞住了 那因為實在 我們要做Hermes的時候 其實它是太高大 太重了 但是大家還是合力 把它抬下來以後 那我在現場 我就幫它做CPR 做心會蘇醒素 讓它能夠 第一個 維持它的呼吸道的暢通 然後再來就是 維持它的心跳的一個速率 頻率 我想這個我們現在雲林縣 我現在大概就是 全部我們雲林縣 各級學校 各級機關 我通通在訓練 所有的教職人員 所有機關團體裡面的工作同仁 你要一記在首 就是你要會做CPR 你可以救你的家人 也可以救你的同事 甚至也可以在外面 可以救我們的這些鄉親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一次 在天下雜誌的治理計畫 當中我們拿到優 首選 首獎 最重要就是我們存活率 已經從以前 7%的存活率 現在已經提高到21.74% 順利成功救助 三倍以上的人 太好了 這個鼓勵鼓勵 鼓勵鼓勵 現在 這個CPR 如果我們在座的 這些大學生美女 都去訓練他們做CPR 我就每天都昏倒 這個 因為這要推卸 現在沒有口對口 現在沒有 那就不要學了 不要學 我寧可昏倒 我會努力站起來 這個你看看 這個就是我們的女力縣長 剛剛前者講了 溫暖的力量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有女性的白禮猴 其實是鄉民之福 她比較注重 像媽媽在照顧小朋友 而且院長你知道嗎 為什麼縣長會去學護理 那是因為他的爸爸 對 那時候他小時候 這爸爸生病嗎 因為去開刀 然後脊椎 脊椎的生病 所以後來好像 縣長也變成一個 這個脊椎傷害協會的理事長 沒有 脊椎損傷協會的理事長 是我爸爸 那我是擔任他無幾職的 而且是志工的執行長 太好了 太好了 這個太好了 這個聽到我們大學生 就聽到這裡 就直接節目就結束了 沒什麼好問 不不不 這個小農 小農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問我們 我想問Lisa姐 就是雲林是農業的大縣 那七幾天看新聞 有看到您去了東京的食品站 對 那有什麼收穫嗎 因為我想東京食品展 是我們全世界食品展 最大的三大展之一 包括科隆的食品展 還有這個巴黎的食品展 都是很大的食品展 但是我們一直都守在 這個東南亞的部分 所以我們去日本 東京食品展 這一次大展有13個縣市的首長都去 表示我們都關心我們在地的農民 那也用實際的行動去推廣我們的農產品 那我除了去東京食品展 看現場的世界各地 大概他們的這個消費的傾向 那帶著我們的農民去看 那也提升我們在國際市場的一個競爭力 那拓展我們的國民的外交 那也讓我們在國際的這個 通商的這個合作上面 能夠更加提升 不過剛剛你問的這個問題 我們就突然想到 這個雲林算是農業大限 但是中國大陸對岸常常對台灣出手開刀 那現在雲林的農產品 會不會因為怕中國大陸單方面禁止進口 那如果發生這種問題怎麼辦 其實我一上任的時候 我剛開始的時候 也到中國大陸去促銷我們所有農產品 但是回來以後看到整個中央政府 大概對這方面 對於我們這些藍營的縣市 可能有很多的這些 大概有一些給我們一些壓力 所以我就開始慢慢轉向 轉向我們馬來西亞 還有新加坡的這樣的市場 把這個風險分散 那現在我們在新加坡的 NTUC的這個超市 就是指種平價的一個超市 連鎖的超過40家 那我們現在不只是我們雲林良品 在那邊完全上架 包括去年度的4月份 我挑戰我們的蔬菜 蔬菜不是蔬果 蔬菜本身的冷鏈的一個品質 跟保存的技術 所以從田裡這麼炎熱的田裡 我們可以透過預冷系統在冷鏈物流當中 儲禮包裝 禮貨包裝透過海運 到我們新加坡那邊 我辦了台灣蔬菜結 雲林良品粥 還可以在那邊的生鮮超市 上架7天到10天 現在已經是把冷鏈物流的技術完全 讓我們農民的農產品 在國際上面有競爭力 我覺得這是非常棒的 尤其是我們現在把這個風險分散 我現在積極打造我們的六級產業化 讓我們農產品能夠升值加急 也能夠讓我們農民的收入能夠穩定 農產品的價格 能夠比較好的價格 保障農民的收入 請你看看 小編你學一下 什麼叫做冷鏈你知道嗎 冷鏈我告訴你 冷鏈就是水果 因為放一兩天 甚至頂多放了五天 它就會腐敗 你必須把它採收完之後 極速的冷凍 它冷凍之後 它就可以放比較久的時間 新鮮 對 然後它又可以外銷到國外 這叫做冷鏈技術 現在冷鏈技術有冷凍鳳梨 還有冷凍釋迦 這些都非常好的 這是 你看 我當立法院長 雖然平常不怎麼樣 但冷鏈技術我還知道一點 院長 因為你以前做過北農總經理 是 我信了嗎 謝謝 這是你的專業 謝謝 你突然忘記了 謝謝 那是一段過去的往事 好 那這個 政大 這個政治的俘羅 你有什麼問題要問 好 那我想要 問一個比較本土一點的問題 就是 我知道雲林縣其實是全台灣 擁有最多布袋系團隊的一個縣市 然後想要請問縣長能不能就是在這裡模仿一下素環珍 然後他來好大成形 亂坐 一隻一半身 是這樣子 我的年紀 我的年紀跟我們韓國瑜差不多 我們當時都歷經過民國59年 黃俊雄的 對 雲周大如霞 史燕文 史燕文 我大概歷經過那段時間 但是我現在也跟我們年輕人 跟一樣也喜歡素環珍 所以我可以講兩個 兩個就夠了 兩個就非常好 掌聲鼓勵 我可以講這個史燕文的出場詩 好不好 競速討伐館 武藝十八般 非是看待口 在用兩上傳 好啊 好好好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對 順我生 驗我夢啊 夢啊 蓋 誰向無敵共志因 這個就說 畢中筆 這個如果 這個年紀輕的人 根本不曉得我們在唱什麼 對 史燕文有配常進人 對 那個六合是配畢中筆 所以說這個都是我們當時的 畢中筆是不是畢雕 不是 畢中筆他是一個很神秘的人 叫做畢中筆 比畢中筆不長 這個我還不知道 好 那這個 還有蘇環鎮還沒表演 蘇環鎮 還有一段 蘇環鎮是年輕人喜歡的 蘇環鎮就現場表演就好了 哈哈哈 來 蘇環鎮 你有看布袋戲嗎 我沒有看布袋戲 你完全是沒有看布袋戲 那你就看什麼 皮影戲 我也不看皮影戲 我看卡通 小時候是看卡通 那剛剛這個現場表演這個 你給他打幾分 我其實聽不懂 可是我知道他的這個 很傳神的感覺 感覺有入戲的感覺 可是我聽不懂 我真的聽不懂 我剛剛很想問 發問的同學聽得懂嗎 台語 這個太難了 對啊 太精通 但是布袋戲還是要用台語 比較傳神 對 但是布袋戲有講英文的 講英文的 現在就到國外去了 我是不會講的 對 我英文就是 You give me father remember 你把你們背記 哈哈哈 好 好 那我們這個還有政大傳播所的小魚 還有蘇環鎮院長 蘇環鎮 蘇環鎮 蘇環鎮長 蘇環鎮長 聽懂了吧 這個聽懂 又是半仙 又是人 不曉得他在幹什麼 來 小玉妳有什麼問題要問 想問Lisa姐 就是現在這個AI的時代 那您就是 想問您會怎麼運用數位的思維 來帶動雲林的像是 經濟人文或者是智慧農業方面的發展 這跟科技結合 對 因為現在缺工很嚴重 那我們當然要怎麼樣省時省力省工 所以我們透過AI智慧 不只是智慧農業智慧漁業 智慧防災智慧救護 我們現在把AI的這個運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所以我們的智慧農業 我們現在我簡單講 如果你要施肥的話 那我可以用APP來控制 我用手機就可以控制 你要現在要施 這個淋肥 加肥 淡肥 我就是隨著季節 我就可以來控制 那整個溫室裡面的溫度濕度 那我要 譬如說我要調節水量 那我們也用滴灌作業 就直接 每個鐘頭給你輸一次水也沒有關係 那我們這個智慧農業現在目前 我們栽種小黃瓜的這眼薰農場 就在現在經濟部所頒發的返鄉歸故裡的 這樣的一個智慧農業當中 我們拿到全國的冠軍 這是智慧農業的部分 那智慧漁業的部分 以前一公頃的這個水的面積 那水量要很多的 我們現在45平就可以養以前一公頃的漁獲量 那我們當然透過這個也是手機APP 知道現在裡面的這個溶氧量有多少 有沒有缺氧 還有它的溫度會不會太冷了 我們要不要打水 要不要給它輸送氧氣 那我們的農民就不用像以前半夜寒冷的時候 要去巡巡我們的漁池 那有的人釣到漁池裡面 到隔天浮起來了才看得到 那所以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發現 以前這樣一個比較惡劣的環境 那我們當然透過現在的AI智慧 如何改善我們現在的耕種還有養殖的環境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提升我們青年農民 願意返鄉回來來從事農業工作 農業工作才能夠永續的經營 科技跟傳統農業相結合 這就是我們要做連結 你如果每次都問這個白禮猴縣長說什麼 立法院這個爭執怎麼樣 這個問題怎麼樣 他也哪有時間回答你們這些政治問題 照顧雲林的鄉親才是他的本分 那我說的莫忘世上苦人多 雲林雖然苦人不是太多 但是也蠻多的 很多 縣長就在照顧 那錢子 你有什麼問題要問我們縣長 或是對雲林縣有什麼建議 我有好多問題要問 首先我要問這個院長跟縣長 這個同框的問題 就是院長您在剛剛上任的時候 您記得嗎 我們的縣長不是有率領 這個我們這個縣上面的 包括立委 來自於雲林的鄉親到立法院拜會主 他就是希望在譬如說預算上面 還有重大的建設上面 院長可以幫忙推動 以您跟這個縣長的關係 因為你知道你的這個太太李嘉芬 嘉芬姐的弟弟其實在雲南縣是議員 包括這個您跟這個我們張縣長的交情也非常好 那你會不會尋私或者是說你會秉公處理 怎麼樣幫助雲林縣你的鄉親 這個問題問到我 我就是秉公處理 我完全就是一副 我以前講過的政策我就一意貫之 包括前一陣子這個傅崑奇 有說要一個提案叫我也連署 那我說我就連署了 結果民進黨他們也說 你這個當院長你要公正 你怎麼可以連署 拜託 我也是立法委員之一好不好 我不是只有院長 是不是 那我為什麼要連署 因為他有一個提議就是要 貫穿中部的橫貫公路直接到花蓮 那我以前我在競選的時候我也講過 還有高鐵的環島線 這也是我願意的 所以說提議我當然簽名 我簽名我就保證說 我曾經想要推這個建議 不是說我立法院院長 我主持議事我是公正的 但是有關於老百姓的福祉 我絕對是贊成的好不好 不要忘了我是立法委員 那你會偏心雲林嗎 雲林當然不偏不倚 剛好就要贊助雲林 這個雲林是我的故鄉 其實張縣長做得是非常好 他有時候他帶著他們 縣市裡面的議員 還有訪問團來拜訪立法院 我這完全接受他們的建議 如果可以的話我就會 就會給他們過 這個預算方面 不偏不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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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落在雲林縣 雲林縣 剛好就落在這裡 剛好落在雲林縣 這麼剛好 你中間偏一點可以 可以 因為雲林剛好在台灣的偏一點 我們要做到不偏不倚 他剛好就偏一點 那就我們就多少 這麼剛好 就剛好 是 來 縣長 我這樣講還可以 縣長繼續找這個院長 參與什麼事情 我跟院長拜會 那也連結我們的張家俊委員 丁學忠委員 許宇貞委員 因為這幾年來 我大概知道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趕快把我 乘客已久的這些舊案 大概總共羅列94案 這麼多 不要嚇到 但是這94案 可以有分法案類的 那還有就是經費的爭取 那所以這當中 看我們這幾個委員 他們自己去分配 因為有的在內政委員會 有的在經濟委員會 那我也有一些 我們的好朋友 在交通 在其他的委員會教育 那我當然是希望 就是藉由我們在立法院 也有自己的立委 他可以幫我協助其他的議案 請其他委員來協助 那有很多都是我以前的老同事 所以我當然希望 這幾年可以好好的把我 這乘客已久的這些法案 或是經費都能夠爭取到位 所以院長感謝你 你中間偏一點點 我覺得很感謝 這沒問題 只要縣長有需要任何幫助 我們這個全力以赴 好不好 這個我不是做到不公正 而是我們剛好不偏不倚 贊助雲林縣 就這麼簡單 院長我還有一個問題 對不起 這個插播一下 因為剛剛院長其實有提到一個亮點 那個是我過去也沒有想到的 可是院長非常厲害 提醒了我 因為我們的縣長是第二屆 那基本上他就不再連任了 那未來你卸任之後 其實很快 再過兩年就要卸任 那你要更上一層樓嗎 像院長講的 你要去爭取當總統嗎 還是說你有什麼樣的規劃 什麼樣的打算 對啊 這個規劃 其實我覺得這個議題 當然很多人都在關心 但是我也感謝大家關心我 不過我現在現階段 我就希望就是我任期剩下兩年多 那我期許我是一個縱數的人 那我也帶領著我們的團隊希望加速前進 把一個這個農業大縣 我們能夠翻轉成為一個農工商大縣 讓我們的青年不要再外漂 外漂到全國各地 我們旅外的鄉心超過本縣三倍 現在的在雲林縣大概是六十五萬多人 外面大概兩百多萬人 所以我要怎麼樣想辦法創造就業機會 讓我們年輕人留下來 那外漂的這些子弟也能夠返鄉 然後對於我們高齡化的縣市 可以照顧我們自己的長輩 讓大家享受天倫之樂 現在是我非常重要 我眼前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讓雲林快速翻轉 只是我還是想要問一個問題 韓總您之前說 只要貨出的去人就進得來 對吧 那但是現在很多有些食安的問題 那身為雲林是一個農業大縣 那想要問一下縣長 身為食安的問題 對於民眾有什麼辦法 可以跟他們交代嗎 影響 影響是什麼 他對食安 他這個蘇丹宏 近幾天他吃辣椒醬 可能有吃到蘇丹宏 我想迷你食為一天 整個的食安問題 食安的風暴 現在整個烽火遍野 那這個蘇丹宏 它本身是工業的顏料 而且是有致癌的疑慮 那剛開始發現的是雲林縣 那雲林縣我們就把這樣的議題 希望大家循著縣去找到底原料 或是所有的這些製品是在哪裡 那現在已經造成 不只是國內外 大概對於這個食安的問題開始重視 那我還是希望整個的源頭的溯源 溯源以後下架銷毀 讓民眾對於食安的問題 能夠重新找回這個信心 我覺得很重要 那我特別也要藉由 這次剛好我們的 臺中市盧秀燕市長 針對瘦肉精的問題 那雲林縣也算是一個養豬大縣 所以呢我們在針對 我們零瘦肉精的聯盟的把關 這裡剛好我有帶來我們雲響豬這個品牌 那這個品牌就是完全 第一個我第一任上任的第一天 我就杜絕非洲豬瘦的決心展現 所以除以禁止進入養豬場 所以我們生除以首除以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有機的肥料叫雲鈣肥 也經過農業部認證的 那另外我們就成立零瘦肉精聯盟 從飼料廠 飼料廠不能添加瘦肉精 那再來就是畜牧場 也不能用這樣的瘦肉精來養豬 那再來獨宅場 我們拔毛看看它有沒有檢驗 有沒有合格 那在包括所有零售市場 還有所有的餐廳 小吃部 還有這個超商 超市 通通成立零售肉精聯盟 所以我在這裡打一個廣告 是我們雲林縣的雲響豬 絕對是安全健康的豬肉 你都不用擔心 我們沒有任何添加物 你不用擔心 因為現在很多國外見口的這些豬肉 可能有息產地的疑慮 所以我們是品質保證 而且絕對我們加工品 像肉條 肉鬆 還有水餃 還有香腸 通通認名雲響豬的品牌 包括我們的戰斧排骨 還有很多一系列的 我們完全從我們的肉品市場 直接在肉品市場就有一個 雲響豬的專櫃 所以我跟所有媒體的朋友介紹 要吃健康的豬肉 就要認名雲響豬這個品牌 還有來自雲林縣 有很多一條龍的這些品牌 那都是來自雲林縣 你們都可以放心 都成立雲林的零售肉精聯盟 是品質保證 太好了 零售肉精 這個雲響豬讓我想到一首詩 什麼詩 雲響衣裳是花響容 那麼雲林名產就是雲響豬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太好了 太好了 但是問完這些 照顧所有的鄉親的問題之後 還是多多少少要問到政治的問題 我想問現場 現在我們國民黨在立法院 是有一種新氣象 對不對 有很多年輕的立法委員 對 現場你曾經當過資深的立委 你能不能給這些新科立委一些建議 像前一陣子有一個說什麼以下犯上 這個要我主持公道我怎麼辦 你能不能有一點建議 基本上我們在立法院 其實現在跟地方政府也是一樣 就是說當時我在 我擔任過第六屆的立委 其實那時候的風氣還不錯 也就是所有的官員 立法委員質詢的時候 他們都會好好的答題 那可能也不會有反質詢 或是有其他比較言語上面的一個衝突 那但是呢 現在大概已經慢慢變相 大概從蘇貞昌院長開始以後 我想立法院 整個行政院的形態也不一樣 立法院的形態也改變了 所以現在是看他們沒有他們有自己去想 所以院長你就會比較辛苦 是 這個縣長說的辛苦就是 因為我站在這個議事庭上面 我必須公正公平公開的 處理任何的問題 我絕對不偏不宜 不偏談哪一方 所以說這樣 讓議事能夠順利的進行 是我立法院院長的職責 而且行政院院長跟立法院 是同等級的 他們沒有什麼互高互低的 所以說在這邊還是要跟所有的 我們國民黨新科的立委講一下 我心中自有一把尺好不好 但是不要越過這把尺 越過這把尺 我格殺勿論 那縣長 但是現在離520也不久了 這個賴政府即將上任 那縣長跟中央政府的搭配 這個暢通嗎 有沒有什麼要向賴總統 或者中央喊話的 你自己私底下跟賴清德 這個副總統的交情如何 基本上沒有所謂的私底下 沒有什麼溝通的管道 但是我覺得我希望就是我們 新任的賴總統 可以對所有各縣市 因為每個都是你的子民 尤其是比較弱勢 比較偏鄉的這些縣市 它需要的資源比較多 所以我當然是希望就是說 可以在財政收支劃分法當中 中央統籌分配管 應該是要比較大幅度的 來做一個整個修正 要不然你現在整個分配的比率 如果以我雲林縣來講 我上繳中央的稅收 我全國是排第十名 但是以中央統所分配款的分配方式 六都可以佔61.74% 那其他這15個縣市 只有佔24% 那鄉鎮公所佔8% 那你想想看六都資源已經很多 而且它所有的稅收 它其實是非常多的 那我們的稅收 我是農業大縣 我農民不繳稅 所以我們只有靠一個台塑企業 上繳中央每年四五百億 那我已經是亞洲最大石化區 為對於整個稅收的貢獻 但是我的百姓要呈現 無論是在水空氣各方面 我們要承受一些負擔 所以在這種同時 我是希望能夠公平正義的稅收分配 這樣對於我們這些縣市會比較公平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剛剛前子講的 其實雲林縣長期以來對於總統大選 不只是從陳水扁 蔡英文到現在賴清德總統 他們的票數都非常非常多 如果以光得到的票數這麼多 應該要更對雲林仁更加的眷顧 那這樣的話才不辜負雲林仁 對於總統大選貢獻良多 真心的喊話好不好 這個賴清德總統也是要請來立院 稍微問一下國家大事 我們也會通過這一關 前子 你不是很多問題 我有很多問題 像是講到雲南 對不起 雲林的 我們即將跟南投合在一起 真的嗎 真的嗎 沒有 我們要有個雲南的風景 一起大概兩日遊 OK 會有一個連結的一個 它剛好抖六在竹山那邊 南投剛好交界 就去西投 山林溪去玩了 對 剛好是相鄰的 不過我覺得剛剛聽到縣長這樣講 我真的覺得是蠻辛苦的 就是作為農業大縣 你家裡面其實必須講 年輕力壯都北漂或是南漂 然後留在故鄉裡面 需要縣長來照顧的 恐怕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或是很弱小的 然後中央給的錢又比較少 對 那包括剛剛縣長說的 我們的農產品 如果要賣到相鄰的中國大陸 其實中央會給你們壓力 你剛剛有講嘛 中央會給我們壓力 那某種程度用大白話或很直白的來講 就是說你盡量賣 賣去中國 就盡量不要去中國賣 然後去其他地方賣 這是一點 可是第二點在石安的方面 我知道最近有很多的咖啡農 其實透過我們的媒體 也有講出一些心聲 因為院長你知道 蘇丹宏風暴 裡頭有一個石安辦的主任 他為了要安撫民心 就是大家不要緊張 不要驚慌 他說蘇丹宏 他的致癌的可能性是第三級 跟咖啡跟茶的風險是一樣的 你聽到這樣講你會怎樣 這個等於說是把咖啡給拉進來 那我以後還要不要喝咖啡 對 民眾一般的反應 就是要院長的反應這樣子 那這樣子我要喝咖啡嗎 這樣子我要喝茶嗎 於是我知道我們雲南谷坑這邊 有很多農民其實也有透過 我們媒體想要發聲說 能不能夠 就中央你不要幫我們 我當然希望你幫我們 可是如果不幫我們就算了 感覺有點在扯後腿 那您是地方的父母官 你有收到這樣的訊息嗎 那當然有 因為他這個話一出來的時候 你用這蘇丹紅類比我們的咖啡跟茶 那你知道我們咖啡跟茶 我們其實我們的咖啡農跟茶農 是很精進的 那不只是我們在整個災質的技術 還有在烘焙的技術 我們其實現在 像剛剛院長所說的 我送給他的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跟巴西咖啡列為同等分數 達到八十九點二五分的 這樣的一個分數 是透過國際的評鑑 所以怎麼可以打擊到我的咖啡農呢 對不對 所以咖啡農當然會說 縣長你要替我們澄清 你要替我們說話 所以我說 其實他這樣的類比是錯誤的 而且會傷害到我們的農民 那其實平常我們大家都會喝一杯咖啡 讓我們精神更好 那也紓解壓力 所以我想大概每個人早上必備 必喝 那因為有的年齡層喜歡喝咖啡 有的年齡層喜歡喝茶葉 所以我想這兩種都是我們農民非常棒的一個經濟收入 所以不要打擊我們的農民 不要打擊好不好 對 你要我喝咖啡可以 你不要讓我喝蘇丹宏 好不好 你也喝不下去 漂亮 你還是繼續在我旁邊當小編好 幫我說話 想要請問Lisa姐就關於農產品的問題 因為雲林縣就是農產品的出口大國 然後我有注意到您前陣子有就是率團去日本訪問 然後交流有機肥料的問題 然後我有注意到有一個雲蓋肥 那我相信永續經濟跟一定是你關注的議題 那可是其實發展農業的話化肥也會是一個很無可避免的副產品 所以想要請問除了利用雲蓋肥這方法之外 您還有什麼其他方法可以促進這個肥料的循環 然後讓農產品經濟這件事情 越來越不會造成其他危害呢 請問你的相關政策是說 他是把你當成這個環保署長來問的 什麼肥什麼肥 我聽的是完全胡煞煞 你多聽幾次就會懂 那是什麼火 基本上我想雲林縣這幾年來我們在經濟循環 然後我們經濟循環再利用的情況下 我們沒有農業廢棄物及漁業廢棄物 因為我們要把廢棄物再利用 所以雲林縣雖然沒有混化爐 但是這幾年來我們透過GWS 就是我們零廢棄資源化系統 我已經把垃圾變黃金了 我垃圾進去以後透過這條GWS 我就把它變成SRF 就是一個燃料棒 那當然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的生除以首除以就是變成雲鈣肥 那甚至我們這個牡蠣殼 牡蠣殼粉磨完奈米化以後 我們跟寶特瓶抽絲以後製成羊毛紗 那羊毛紗我就做襪子做披肩做衣服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在經濟循環的這個路上在走 那甚至我是一個養豬大縣 我們現在如何大廠代小廠 將我們的這個豬糞尿 早易早渣 如何回歸到農田減少化學肥的成分 那我想我們在有一些出放作物的 這些玉米田裡面 我們用這樣早易早渣的一個肥料式水 所以回歸到泥土裡面的 那不用減少化學肥的成分 那慢慢走向一個比較友善環境 而且是比較有機的農業這樣的路上在走 所以我想UNICEN這幾年來 我們慢慢的讓這個整個面對 我們在講SDGS的永續環境當中 我們其實都在這方面在努力 所以我想我們基本上就把一些所謂的廢棄物 它已經變成農業的副產品 所以我們怎麼樣把這個化學成分減少 而透過我們現在的生物科技 透過生物科技如何來轉換 讓友善農業 友善土地 我想這個部分是我們在積極做的 太好了 對不對 你看看大學生在問 鄉民也在問 鄉民的問題我們通通在問 這就是鄉民大學很厲害的地方 地方父母官在做什麼事情 大家有在注意嗎 大家都在關心政治的議題 對不對 而且前者你看看 縣長今天到我們縣長 可以說是有問必答 看得出很用心在地方經營 你自己的感受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建議要給我們縣長 雲林最需要的現在是什麼 其實我真的覺得縣長跟我幾年前 跟他遇到之後改變非常大 那個時候您在選第一屆的時候 感覺比較可能也是因為選舉在跑 所以比較累 那現在感覺真的非常有自信 而且整個雲林都在你的掌握中 了弱指掌 可是我這邊因為我還是媒體人 我想要問一些這個 可能有一點點敏感 可是我相信縣長 你自己心裡面可能也常常遇到別人 來跟你這個來挑戰 對 那我們知道這個台灣是民主政治 政黨之間有很強烈的競爭 包括現在的民進黨 那他想要拿回政權 地方的政權 他一定會給你貼標籤 或是攻擊你 那也許縣長在政績上面 無懈可擊 你看這麼多的產品 剛才講到什麼各種肥料 都如數家珍 可是有一個原罪 就是民進黨 他會說你們就是家族政治 如何如何就貼了一個標籤 那恐怕會變成說 你要用更多的努力 去把這個標籤給撕掉 如果像你面對這樣子的攻擊的時候 你都會怎麼樣回應 或者是說不用回應 就讓民眾自己來看 我想我比較欣慰的 就是雲林仁 他是有感情的 他也會看說 到底誰跟我們的互動 還有我們所有 有任何事情的時候 誰做我們的依靠 那這幾年來我想 從我哥哥在任內 他所有跟鄉親所擔心的感情 那我當然我也付出 我實際的行動 在整個憲政的治理上面 我也拿出好成績 包括我針對財政的一個非常健全化 我現在到目前為止 我應該是全國還債務最多的一個縣長 我從227的負債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已經還了89億 已經還了幾成的債務 所以我在治理財政方面 我相信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那我無論是在農漁業方面 在教育方面 在各方面 我應該都是齊頭並進 而且從零歲到最高齡 110幾歲 能夠照顧的 從小到長輩 我大概都怎麼樣去分成負責 我們各局處都怎麼樣全力的在推動 我想這個就是剛剛前子講的 女性她本身她大概全力以赴 我所有的時間我應酬時間也很少 那我大概也不會喝 也不會喝酒 喝酒也會花一點時間 那所以我把我全部的生命 奉勸你一句話 以後有人逼你喝酒 你就說只要感情有喝水就當酒 真的好 我喝到威士忌我就馬上換 馬上換熱茶 所以我想如果說要貼標籤 當然長久以來會有這樣的困擾 但是我覺得那是正底 故意給你貼標籤 那其實如果各位可以注意到 我現在最近出了一本書 叫做《波雲見日》這本書 那我不是記載我縣長以後的政績 我是記載我縣長以前跟我從小的時候 我不是寒子金湯匙出身的 那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就是政治世家 可是如果你在細細仔細去想的話 我跟張榮蔚縣長 我們只有差六歲 但是我們的生活背景跟我父母的一個 他們的過程其實如果要講起來是有點心酸 我說我從小到大 我在六歲的時候 我爸爸就已經不良於醒了 而且我媽媽要照顧這樣的一個家庭 甚至面對一個 就是一個先生 他有自尊心對不對 又要帶五個小孩 那從事的工作可能你們都不知道 我們家從事什麼工作 我們從事殯葬業 那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說我小的時候 我沒有一個晚上是安穩的睡覺 因為以前也沒有Line也沒有電話 就是用喊的用叫的 叫你媽媽的名字 叫你爸爸的名字 因為我們家有人要過世了 我們家有人需要來幫忙穿衣服 幫忙處理後事 那我想這個整個的心路歷程 跟人生的這過程當中 我只是要告訴我 要一本初衷 要記得我們的原點 所以我出了這本書的這個意義 就在於 就在於要告訴很多的鄉親 因為我沒有辦法一一去表白 我的家庭的背景 那也不能一直說你正的批評 批評我哥哥批評我們家族 那是用什麼樣的理由 只是因為你要取得政權 你就污蔑別人 就抹煞別人一生的努力嗎 所以我透過這本書裡面 大概有轉述到 我本身的一個成長的過程 當然沒有辦法很詳實的去記錄 但是我大概在片段片段 因為實在很忙 那當然就是片段的記載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是很努力的 那我是勤能捕捉 我沒有比人家聰明 但是我很勤快 是 真的 太棒 這個今天你看看 有什麼節目能夠看到 我們張縣長 這麼感動的這個 真情流露 感性 這算是做公德 把往生者送去另外一個世界的 你看看 這小編你可以繼續留在旁邊做小編 不要去柯文哲那邊 那錢多一點好不好 錢 這個錢多事少離家境 坐在家裡喝咖啡 那就交給院長 沒問題 我會照顧你 我會照顧後輩不遺餘力 不過剛剛縣長講了這些話 我相信所有雲林的鄉親 都應該看在眼裡 我們真的不分黨派 我們要照顧的都是 所有在縣裡面的老百姓 剛剛講那個什麼 張榮為他哥哥 他以前也是無黨籍的 對不對 無黨籍然後國民黨 他比較靠近國民黨 但是所謂的現在縣長所做的工作 其實就跟他哥哥也差不多 就是服務選民 就服務這些鄉親 你就把黨派把它掛在旁邊 但是政治來的時候 要選舉的時候 他就說你是國民黨的 就怎麼樣 所以說什麼事情都可以 無線上綱到政治 但是照顧鄉親 是張縣長最近正在做的事情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張縣長 來到我們的節目 鄉民大學問 感謝 不好意思 拜拜 幫我們宣傳一下我們節目 歡迎大家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通知 我們下週再見 下週再見 要看張縣長如何真情流露 就看我們鄉民大學問就有了 我們下禮拜再見 謝謝 拜拜 謝謝縣長來到我們 謝謝錢 謝謝錢 謝謝我們的大學生 這一段是沒有彩排的 對啊 謝謝 謝謝